歡迎大家來到Town Gas Cooking Channel 和農夫鮮肉專家合辦的鮮骨牛主義 我是阿Dee 秋風起立,每個人都會買牛回家吃火鍋 買這麼漂亮的牛,除了吃火鍋外還有什麼吃法呢? 今天就介紹大家一個新的吃法 慢煮牛頸椎三文治 今天我在百家裡的農夫買一塊新鮮牛頸椎 這塊新鮮牛頸椎是一塊鮮骨牛 鮮骨牛好吃的,大家都知道 大家先看看油花,很漂亮 而且它的色澤也很好 這些就是新鮮牛獨有的東西 去街市買牛肉要排隊 現在只要你走到百家裡,已經有新鮮牛賣 你說多麼好呢? 以下就是我準備的食材 切了面筋,留下底筋 咬下去會有脆口的感覺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一會兒煎完再燜 燜完之後,留下底筋 咬下去會有脆口的感覺 之後呢,就先拿出來 就要攤一下它 然後呢,剩下的東西千萬不要倒進去 我們現在就會加紅酒 煮到紅酒稠一點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留回去 一會兒放進鍋裡,一起去燜 這樣呢,就先把牛肉放進底裡 然後呢,就可以把紅蘿蔔 洋蔥 然後還有些西芹 我們會放胡椒粒、桂葉 就這樣的蒜頭 不用拍攝了 蒜頭 蘿蔔 好了,就把預先煮好的醬汁 倒進去 那麼,煎餅裡面還有很多醬汁 要加多一點碎,再拌一拌 倒進去就可以了 好了,現在就蓋上蓋子 然後呢,開到大火 等它滾了之後呢,我們就攪回中細火 現在呢,我們就會煮好的醬汁 隔清楚它之後呢,就可以倒進去 中火一路等它滾 滾到它濃身一點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加牛油 然後關火 農夫還有其他新鮮牛部位給大家選擇 大家隨時想吃就來百佳找農夫呢 還有記得追蹤農夫鮮肉專家 和Tangas Cooking Channel 米洲煮,接下來12月1日 將會有牛肉達人和哥 和大廚Pauline老師 教大家認識不同的牛肉部位 和最佳烹調方法 上廚藝更上一層樓 記得報名參加啦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